而住在庐山的一位赖爸爸平日都在例行村忙着能务 还封天受困山上四天 脱困之后第一时间想着家里奶粉没了 但因为回家的路已经断了 于是呢他就徒步要了整个后山 花了两个小时把奶粉送到家 赶在父亲节团聚 今天上午特搜队执行绳索掉挂救援时 他则留在现场拉绳索协助作业 直到村民都脱困 他才上绳索掉挂离开 湍急河流上绳索掉挂 妈妈躺在单架上 紧紧抱着七个月大的男婴 场面惊险特搜队小心翼翼 几尺高的空中 母子掉挂横跨四十米宽的塔罗湾溪 受困庐山五天 林小姐回忆村庄断电断粮情况 仍为丈夫感到骄傲 因为当时她在例行村工作的丈夫 不顾自己也才刚脱困 见到回庐山家的路段了 心心念念怕孩子没奶粉吃 说什么也要把奶粉送回家 原本五分钟的路 赖爸爸徒步绕后山 花了两个小时才把奶粉送到家 一家人总算赶在父亲节前团圆 尽管母子顺利脱困 林小姐心中大事还没放下 因为丈夫还在对岸忙着救灾 八号上午特搜队执行绳索掉挂任务 丈夫自愿留在庐山灾区 拉绳索帮忙 一直到所有村民都脱困 才上绳索离开 伟大父亲燃烧救难魂 也成为记忆中最特别的父亲节 记者蔡对应蔡振顺 魏绍宇 SNG校组南投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